严谣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最近我发现我下楼做喝酸什么的 老是忘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 因为我没有口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女生夏天的衣服 是没有口袋的 我检查了我所有的夏装 我发现就算有口袋的 也是假口袋 就是把口袋给你缝死了 或者干脆给我画一个口袋 感觉好像女人就不能靠近口袋 为什么不能呢 女人又不会玷污口袋 对呀 口袋又不是祖坟 搞得有一次我们俩好不容易去走一个时尚红毯 然后我们俩想插口袋装帅 四个口袋 没有一个是真的 感觉我们俩在那儿cosplay货柴 我们就特意去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女装不能有口袋 因为有口袋就破坏曲线 但男人觉得有曲线才有吸引力 有曲线就符合流体力学 符合流体力学就有吸引力 所以女生出去吃夜宵的时候 身上就会吸到一些脏东西 比如烟味 灰尘 还有一些男人的手 他们还会怪我 你的衣服怎么老吸我的手啊 他们会说 男人的手啊 都这样 我也控制不了啊 一个控制不了的东西 还留着干啥 直接咔嚓了呀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男生的口袋 男生不仅有口袋 口袋还特别大 他们裤子上那不是两个口袋 那是两个黑洞 一个黑洞就可以装下两部手机 三台游戏机和四双联名篮球鞋 但是他们还是要来问我 你带纸了吗 我觉得这个世界 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女人 因为有人说 怎么没考虑啊 古希腊哲人都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但是他忘了说了 那个时候人不包括女人 连古代人都知道 在腰上跨一个锦囊 如果古代男装 也像女装一样设计 三国演绎就没有锦囊妙计 这回事了 总不可能是 眼看着刘备就要出发了 赵云跟诸葛亮说 这可怎么办呀 要王国了 不用担心 我给主公写了三条妙计 那可太好了 你只要把他藏到锦囊里就好了 那还是王国吧 好看的男装都不加锦囊 那我现在给你现加一个 不了 显胖 张飞大帅 您一定愿意加 俺虽莽撞 也想漂亮 关羽大帅 您一定愿意加 不加不加 跟肤色不搭 刘备夫人 怎么办呢 我刚买了三个包包 拿去用吧 刘备感动得哭啊 真是兄弟如揣不了兜的手足 女人如有好多兜的衣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颜艳月 获得了感动 娜姐在中途一直问我 这个是 这个是漫才吗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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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呢 这是同胞胎 对 你看重影啊 就是一个人 也挺好笑的 但他们俩老有个断点 互相接 完成对方的画 是那种感觉 这是他们看的 特色 对 特色 但我共鸣的点是 我确实是 无论带多少东西 我也不会带纸 就永远之一 都是找身边的朋友 说有面筋 有纸 面筋纸吗 借一个 就从来自己是不会带的 这个确实是难的 好像我认识的都这样 今天这个 有好多点吧 我们特别想 我们知道马上就要乐了 但是突然间 就憋回去了 其实我们试这段 一直都是不太稳定 然后 但是我还是挺想讲的 好的 两灯进入抢麦环节 想要挑战 炎烟乐的朋友 请起立 5秒倒计时 开始 5 4 3 2 1 有四位起立 严业乐 翻选 这不知道怎么选了 那我选斩豪吧 好 各位 掌声欢迎 郭展豪 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展豪 我现在也在上海生活 我也是跟大家一起 闯关东过来的 疫情了两三年 搞得大家都很烦 甚至有朋友说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是最糟糕的年代 我觉得不至于 我们这个年代很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 就算哈利波特来了 他也会很羡慕 你比如说 哈利波特想发个短信 他得先找猫头鹰 是吧 洗 洗完绑腿上 我怎么发短信 咻 结束了 回来了 是吧 我甚至可以收到 60秒的吼叫信 如果我想的话 我甚至可以把吼叫 转成文字 哈利波特行吗 哈利波特 或哥沃子我也不羡慕 你比如说 他能有一个 会动的楼梯 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可以 坐电梯 但在楼梯上 可以看到旁边 会动的壁画 我说我电梯里 也有会动的广告 但那笔话会夸你 哦 真是漂亮的小姑娘 我说的广告会帮我 找工作跟老板谈 找工作跟老板谈 我原来觉得 霍格沃子也不是个好学校 伏地摩都要来了 还跟他玩奎地棋 你说谁家正经学校 还上体育课呀 你但凡拿出中国学子 一半的学习态度 伏地摩也不敢造次 是吧 每天在黑板上写着 距离伏地摩到来 还剩270天 早上6点半 给我开始起来晨跑 7点给我开始准备晨考 早上福定班还没醒呢 我们已经上完两节课 准备开始跳雇佣者了 是吧 你别跟他玩亏地棋了 都给我改成学习疯狂咒语 所有人在草场上 给我 stupid f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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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想吧 跟我一起 expanding armor 说着 expanding armor expanding armor 福定摩拿见过这个呀 看见直接吓飞了 飞到天上 不知不觉被两个东西缠住 他以为是防御魔法 其实倒是两个飘带 左边破釜沉舟 战他个日出日落 右边背水一战拼 他个无怨无悔 什么款呀 太冲向了 这段子 这才叫好学校朋友们 霍格沃兹括号重点版 我们这个学校真的很好 实在也非常好 科技也很发达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却变得越来越冷漠 吃饭一定要扫码点餐了吗 有个扫码点餐 服务员也看都不看你 我说那样厕所怎么走 他说你扫着码就行 我特别怀念以前的 东北老菜馆 是吧 服务员没有扫码点餐 全有脑子给你寄 你往那一坐 人吊根烟就过来了 小花吃点什么 我碰碰碰点十多个菜 大哥直接走了 我以为他要去后厨寄下来 谁知道 人直接去下一桌 小花吃点什么 就这个激励 他要去最强大脑 至少能拿前三朋友们 主持人在前面 那今天呢 挑战我们最强大脑的 一共三位选手 首先来自哈佛大学的 吞尼 耶路大学的尖尼 以及东北人家的老刘 我们今天比个猪心算 请问123乘321 等于多少 前面两个人 老刘非常淡定 一共三万九 这都懵了 我的天哪 这也太快了 但你怎么能成熟的 是个整数呢 老刘呵呵一笑 三个人表演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 三字棒啊 我的天哪 为了跟网免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网免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 女生在生活中 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 让网免把这些话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 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 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打击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你穿我为了凉快 不穿大底裤 不穿大底裤 我走的每一步 都会像巴黎联盟路 手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啊 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 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嗯 是 对 哇哦 嗯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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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有道理啊 爱意了吗 你的美丽展现了吗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格局最大 地球融丽不下 跟你一笔 我们就是个国家奖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 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找到你了吗 找到你了吗 比如 当我们急行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给我看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 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这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 单膝跪地 周围围过来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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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 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暴 都得绑架 啊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以为男生会弹其他 特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 之所以想呈现这份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 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 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 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 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哦 两孩子来了 咱俩如果刚才处够炸 他们就可以是三胞胎了 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哈哈哈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 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 就很烦人 25年了 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从他身边坐起来 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 他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 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 哈哈哈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命就是永远黏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 滑辣双人轮椅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我是他姐姐嘛 那作为一个姐姐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他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 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和点评 但他还是会说 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 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 我只要喊一声 盐一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搞了个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Siri 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Siri 叫盐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他 因为跟他在一起 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 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他说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们俩分居 就有点像离婚 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 这要是一对夫妻 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很像一个有担当的男性 我说我要分给你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只留下钱和房子 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 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 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他家门口窄到那个换鞋凳 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呢我就只好又给他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 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他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loft 我走一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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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觉得他没有我肯定过的不好 所以他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 远远看见他的样子 我就开始窃喜 我说你看你 你才离开我几天 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 他也很担心我独居 他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他 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组成新的双胞胎 还好没有 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 为别人放弃自我了 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 每天早上他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 但是分开住以后 我才知道他喜欢喝的其实是豆浆 但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我喜欢喝的 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想要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他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他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他爱你 要是他了解你了 他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确实离开他 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 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 你不要这么随便的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 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 脸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 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 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 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 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 打扮 是肤浅 不打扮 是没礼貌 许之远 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摆遍小音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都要变美 她们的变身就是化一套全妆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下葬之前再化吗 完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美少女战士变身 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她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她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疤痕 和重型机关枪留下的蛋坑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 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火 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其实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他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他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大街上那些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洗碗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 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他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 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拖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拖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 他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 他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 是他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也全都是女声 一开机就是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他就只会说行我一会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他老婆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你扫啊 嗯行我一会扫 谢谢大家 买一个普拉凑园绝对可以值回这个票价了 羽毛就是那问一问刚刚也好像还没有过瘾 那你遇到过最难产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呢 嗯其实我觉得在京东这么完美的服务面前 哪有什么难搞的客户 哎呀哎呀哎呀太会说话了 行那我们谢谢羽毛感谢 我们接下来的这两位透过学员呢 常年捆绑销售是吧 也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捆绑销售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购物体验消费体验 让我们欢迎颜一颜月 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可能不知道关于双胞胎的一个秘密 就是双胞胎平常是一个人 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分成双胞胎 像我们俩 就是在第一个双十一的午夜十二点 实在抢不过来了 我们就变成了两个人 最近我们发现两个人都抢不过来了 双十一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要分成四胞胎了 每年双十一就感觉有很多便宜可以捡 我看到有一个袜子 价格写一千 然后画掉写一个八十 其实鬼才相信这个破袜子值八十 但是你看着那个一千 你就会觉得虽然它不值八十 但八十这个数字也不大 就像本来没有人会觉得我脸小 但看看旁边的他 你就会觉得不大 这太好了 我们最近就在看双十一有什么便宜可以捡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有什么专门给猫剃脚毛的 电动脚毛剃除漆 我用着还挺方便 还有什么加热杯垫 就你的咖啡凉了呢 你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加热 特别适合那种 喝咖啡喝到一半会睡着的人 就喝咖啡喝到一半会睡着 这种人喝咖啡 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什么懒人拖把 懒人刷子 懒人抹布 就不知道一个这么懒的人 家里是出了什么事 非要自己搞卫生 你说我们买这些美用的东西干嘛 这些东西我们去年双十一就买了呀 而且我发现啊 其实双十一新品都不打折 它打折的都是老款 都在仓库里堆了十年 一眼望过去 手机里面折扣最低的 全都是翻盖的 还有说什么 全年最低价 不要没有自信 这明明叫全十年最低价 电脑就更过分了 我之前电脑坏了想抢一台电脑 然后抢到时候我发现 系统装的是Windows3 装什么软件 什么软件不能用 你怎么不直接给我寄一台打字机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捆绑促销 其实都是商家的画术 就是为了清库存 我们最讨厌的 就是第二件半价这种活动 因为你听起来是半价 但其实就是7.5折 但主要还是因为 买第二件半价的东西 我永远是那个第一件 只有我能享受半价 之前双十一的时候 我们买了一台新空调 然后师傅都来了 才告诉我们 拆旧空调要另外加钱 我们就不想花这个钱 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直说 我就说那旧空调不用拆了 就挂着吧 我想把它当一个挂饰 相信几个双十一之后呢 我们家就会挂满旧空调 我们家的装修主题就是 旧空调主题 我们双十一最想囤的 其实是猫粮 因为我们家养了一只大肥猫 猫挑食是不会跟你商量的 我想给它换一款新罐头 它吃两口咽下去 面无表情 你等半天它也不吃第二口 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一转头 它的大脸已经在我碗里了 然后我就找店家 我说 这个罐头我家猫不爱吃 可以退吗 店家说 青开了的罐头不能退哦 我说 那别的动物能吃吗 他说青 你们家还有什么别的动物吗 我说我还有一个妹妹 所以今年双十一 我们就打算尽量管住自己的手 不要再买那么多了 不要分成四包胎 毕竟现在还没有什么产品 是第四件半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分四包胎可能不太现实 但你们俩双十一买东西 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吗 会 不会 你看这意见完全 就是行为都不合 这是 一二三 不会 不会 这个 韩总感觉这表演怎么样 我看你拍的也挺早的 对 因为其实 这个 我觉得双胞胎的表演 别具一格 两个人我相信肯定是有 在购物中 应该是有很多 这个相同之处 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吧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就是我们买京东plus会员 只要买一个就够了 好 这个挺好的 但是你知道 我们其实还有家庭号的业务 你可以体验一下 那个 刚刚 但是严严说了一个问题 还比较尖锐 就是新品一般不打折 是不是这事啊 徐总有这事吗 哎呀 有 说着了 但是呢 我认为大家要合理去看这问题 我举个例子 就像京东在卖iPhone12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肯定是全球同步的 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 让消费者感受到它是比较值的 我们会提供一体化的 以及换心服务 比如说 在线评估完了以后 我们的最多的话 机型可以能补一千五百块钱 而且呢 等于是送新的时候 力已经减了 你只要去补差额就行 哎 这么停下来还是挺优惠的 没错 怎么 不是你们的买卖吗 怎么看 我比你们还着急 好 那个 刚刚徐总提的那个 补贴什么政策 韩总还能帮我们再详细说说吗 首先我们在双十一期间 刚才提到多次了 我们有这个超几百亿补贴 而且呢 其实我们的补贴形式呢 多种多样 我觉得有一种形式 是特别适合我们 是特别适合我们这对双胞胎 那就是我们目前 有一个拼团的这样一个形式 最低两人成团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呢 这个可以了 非常清楚 对 当然如果你们 愿意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很多的商品 你拼团的人数越多 优惠会更多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 真的分裂成四胞胎 这个可能拼到更多的实惠 对 还有什么业务适合他们的 比如说我知道女孩子 其实都还是买东西的 这个欲望比较强烈 想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除了京东上 有非常多的品质好喝之外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 主做拼团业务的京东的惊喜 我们在双十一期间 有非常多的爆款好物 甚至低至亿元 双十一该去哪买知道了 我们感谢严严月 今天要表演的这位朋友 有一个很神奇的职业 这个职业呢 述我Google寡闻 也是第一次 听说很神秘这个职业 让我们欢迎京东 采销代表王志强 我的养分全都来自于他 他缺失了我 他身边就不完全可爱 神经之物 是独猎者还是猎物 这是我 这是你 名字还对应上 分清了 感动 我们之前上一档综艺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这个是我 这个是笑了的我 但是标的是演绎和演乐 他俩风格就很古怪 因为这两个小孩就是读过很多书 大家会说我们的比较偏文字化 一点书面化 对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文学嘛 然后我们的梗会有一点点奇怪 他们有很多那种很学术的梗 以前他们的梗很深到我得带几本书 带字典或者带个翻译什么的 我们平常跟很多人学了一些喜剧节奏啊 说话的所谓的七口那些东西 跟老卡斯同台竞技肯定是会有压力的 就演好自己就行了 有请下面这两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双胞胎好像真的有心灵感应 前段时间我摔到了脚 特别疼 结果他摔到右脚的时候 我的右脚也特别疼 因为我摔到了他右脚上 我们爸妈给我们的伤害 从取名字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给双胞胎取名字 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名字 组成一个词 所以当年我们的备选名就包括了 幸福 吉祥和团圆 凭什么我们要取这样的名字 我们又不是一对熊猫 熊猫取名字跟双胞胎真的是一样的 你不会听说有一对熊猫 分别叫做团团和张书珍 我们理解不了我们爸妈的生活状态 我妈是个家庭主妇 我妈也是 她的生活特别无聊 她无聊到不行的时候 就会把家里的桌子椅子都抹一遍 我们家桌子椅子都被她抹矮了 我妈失眠还特别严重 她喜欢一天到晚躺在床上 盼着自己能睡着 但她也不能算是喜欢躺着 因为躺着听起来很舒服 她只能算是喜欢横着站在床上 哇 这梗没接住 这个就观众需要想一下 我爸今年已经六十多了 我爸也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 我们最近就突然发现 我爸好像真的老了 因为他开始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梦想 强加回自己身上了 他突然就开始说 他有一个拉丁舞梦想 然后他翻出我们的舞鞋舞库 去报了个舞蹈班 他就开始跳 才跳了两天 他的膝盖就剧痛 然后他去找医生 还有医生 我这膝盖是不是最近用多了 也不能算是用多了 你这个年纪呢 应该算是用完了 以后呀 你就当你没这膝盖了吧 但是我爸还是不死心 还是整天想着要去跳舞 所以我们就劝他说 你这个岁数就别跳什么拉丁舞了 你要是实在想跳 你可以去跳钢管舞 至少跳的时候 你可以扶着点 我们爸妈给我们树立了夫妻关系的榜样 每次看到他们那样的夫妻 我们就会很受触动 有一次我们路过人民广场 看见一位老人在吹一只破源号 吹得很美 旁边还放了一块破纸板 上面写 老伴治病 生活困难 这个老人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爸妈 所以我们走上去对他说 真正的伴侣就应该像您这样 就应该这样 老伴在家里生着病 您却来街头实现音乐梦想 我们以前很想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太难了 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很有问题 比如他们对我们俩的人生规划 有不同的意见 我爸希望我们考研 我妈希望我们好好工作 但是呢 他们都不直说 他们喜欢转发一些有关双胞胎的文章 来暗示我们 前几天 我妈就发出一篇 为感激父母养育真 脑瘫双胞胎 坚持创业 然后群里出现了一阵礼貌性的沉默 因为我爸打字太慢了 然后他发出一篇 震惊双胞胎姐妹一个考研成功 走上人生巅峰 另一个创业失败 惨死街边 我们就不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看这种文章 还看得这么认真 不像我们年轻人 我们看文章都是飞快的 就像这样 就比如我刷到无心的绯闻 虽然知道很无聊 但是不看又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年轻人大概是觉得 如果看得够快 就可以约等于没看过 这里还可以有一个比喻 对 我们来想一个比喻 这就像 无心在这么短时间内 拍了这么多电视剧 他大概也是以为 如果拍得够快 大家就不会发现他拍了 我们以前会觉得 作为年轻人 我们要去帮助父母改变 所以我们就想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们看啥都这么认真 我们看啥都这么不认真 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篇文章 解释了这种待机差异 他说首先啊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看一篇文章 只看前20% 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跟父母之间 与其互相改变 不如互相接受 演出之前 我们特意去问了爸妈 如果我们在台上调侃他们 他们会不会觉得 有点受伤 我爸说 你们的生活 对你们来说更重要 说着 他从钢管上滑了下来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这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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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欢 演艺演员表演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这是最后的机会 3 2 1 请锁票 这确实不是像 但是我也正是因为这个没拍灯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管它叫什么 对 所以我在心里边也没有分给它命名一个什么形式 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只能这样说 是 确实 其实各种表演形式呢 都还是有一个艺术门位的 是的 他们以前的表演都非常的书面 然后也是这两年慢慢的变得口语一些 也 我觉得进步非常大 希望他们会越来越好了 所以两个人表演是会比一个人在脱口秀上更有优势吗 其实没有 对 我觉得可能更难一点 这更难 对吗 因为你要激化 然后那种节奏要拿得很好 对 咱们先请两位回去休息吧 咱们慢慢聊着 啊 终于演完了 我还是好紧张 好紧张 好 喂 喂 喂 笑了 啊 终于背完了 但我刚才看好像 他们的笑点是集中在一个人的收尾处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感受对不对 就是他收尾之后 他会等现场观众的笑声 因为他觉得这里是一个笑点 这个是让包袱吗 这个我们的方法叫让 对 但余老师如果在表演的时候 如果一旦这个笑点没中的话 你是应该选择继续等待 还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没响的话 另一个人就要马上把他接走 这个就是刚才他们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说这种可能他们从事的时间还短 这个舞台经验还缺 语速太快 尤其是表现在 你一个人说话还不显 尤其是两个人说话 更尤其是两个人说一句话 你这样有时候语速不快不行 但是快了以后就影响底下的掌声 掌声刚起来他话也出来了 所以他顿一下过去 是 所以一定要慢下来 这个慢下来 就所谓咱们说的这个快而不乱慢而不断 你的情绪只要接着 你慢一点没有关系 好紧张 我的天啊 太紧张 太紧张了 而关键是 其实他们的这个表演里 有很多国际还是挺别扭的 是吧 什么就是爸爸跳钢管舞啊什么的 他还是用了一些很别扭的国际 这是一种夸张 比较新有没见过 我确实没这样子 你为什么拍灯啊 我我纯粹是觉得他们俩还承认我演过戏这件事 我很开心 这很难发现的 一不小心真的看不到 他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演过的 是不是 超开心的 在他们心中我有一点点小作品 开心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言以言悦的得票情况 哦 走路不急 别理别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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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的创作行业 我相信就是你到最后你一定会 得出一套自己的标准 然后你会去选择坚持或者不坚持它 有些时候你就是该坚持 不然最后你什么都不剩了 他的意思就是就算没有人下太阳那样写稿子 就双胞胎脱口秀 你就别说双胞胎脱口秀 就双人脱口秀这个东西其实几乎没有 它是有风险的 它如果能这样都能创作 创作出这种这么大量的东西来的话 就可能也可以去巡演了 非常厉害 但是就挺难的 看来这个观众朋友们跟余老师是接受 还是这个接受的程度还是有点 是的 这个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但是我也觉得确实两个孩子还是需要再磨练磨练 还有点青涩 如果这两个女孩永远这么搭档的话 她是很有前途的 而且她们这种形式很巧妙 我觉得可以发挥一下 可以延展一下 多尝试尝试 多到舞台上去碰一碰 舞台上见一见真正的观众 这是最主要的 本节目由酒好不用装的硬盒好酒糕 村长久独家冠名播出 她们说我们这一期的稿子 会比上一期的梗埋得没有那么深 可能观众接受起来会好一点 这次放松一点 无所谓了 她开心就好 老村长久 你看我们台的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来 欢迎言一言语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有一个双胞胎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 除了在生病的时候 有一套备用的器官 作为双胞胎 我们化妆的时候 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 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你们永远都不会看到 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那那个人化了也白化 这个好笑 其实不只是我们两个 所有女生现在都在面对一种 隐形的外貌压力 对女生来说 很多甲方 都是在暗中施压的 比如化妆品广告 会对女生说 你本来就很美 但是T恤刀广告 就不会对男生说 你本来就很光滑 还有在工作场合 大家会要求女生 在工作场合 画一套正式的妆 但是没有人会要求男生 在工作场合 练出六块正式的腹肌 而且我们虽然要化妆 但是妆一定要淡 不能让人看出来 我就是要让你觉得 我没化妆啊 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副 需要卸妆的样子 所以我们女生 不仅要掩饰自己的瑕疵 还要掩饰自己的掩饰 但是男生就不用掩饰自己的掩饰 比如巨石强僧 他就不用说 没有没有 我就随便练一练 这也不是什么公爱投机 这就是俩肿瘤 所以我们女生就觉得 那不行 我们要去反抗这种隐形的甲方 结果就发现 那些化妆品大牌特别聪明 他们知道 往广告里强行加价值观 比如前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一个化妆品大牌 S某兔 我们不能说名字 所以我们就叫他 SA兔 SA兔拍了一个反逼婚的广告 他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说 我今年三十岁 过年回家被逼婚 但我无所畏惧 SA兔 你就感觉这个SA兔是混进去的 他出现在那里完全没有道理 他前面也完全可以说 你今年都三十了 咋还没找对象 你可长点心吧 SA兔 当然这种价值观是好的 但是加了那种价值观以后 我们好像就会觉得 好像化妆品也不是我们的甲方 好像你是我的朋友 搞得就跟我们都不是被逼的 我们就是天生就喜欢化妆一样 但是谁会天生就喜欢化妆 男生们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天生就很享受 每天早上爬起来 给自己的美貌调整方向吗 我的人生都没有方向 但我不化妆 我的美貌每天都有新方向 断了 这个大根 被观众打断了 这个观众是干啥了一声 我说喜欢 但是有些女生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我化妆又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我化妆是为了取悦我自己 那我就很好奇 你到底是化了一个什么样的妆 仅仅能取悦到你自己 别人看了都想吐 万一你没化好 别人看了还会说 嗯嗯怎么回事 你今天这个妆 怎么取悦到我了呀 但有人就会说 你们女生不要总是抱怨嘛 有情绪有压力 你就去解解压 然后给我们看一堆所谓的解压法 一看收纳整理法 太狠了 让我们做完工作去做家务解压 做家务凭什么能解压 迪士尼乐园会有家务主题园区吗 米奇会拉着你去米奇小屋打扫卫生吗 而且还有什么断舍离整理法 断舍离就是让你扔东西 但它也不是扔完了东西就完了的 断舍离是一门哲学 它要求你坐下来 反思自己对物质的迷恋 然后再爬起来去买某印良品 某印良品 因为某印良品的东西就特别断舍离 简单有设计 贵 你根本就买不起 从根源上断舍离 所以真正高明的甲方是这种隐形的甲方 你不仅不觉得它是甲方 你还想跟它当朋友 比如某印良品 我们就觉得很美很好 但是每次走进店里 我都觉得有点恐惧 我就觉得他们干嘛要把购物篮搞得那么大 都没有人买得起那么多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搞购物篮 他们就应该搞购物杯 某印良品 购物杯 简单 有设计 拿这一杯 你就无所畏惧 SA2 谢谢大家 好 喜欢演艺演乐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投票 3 2 1 请锁票 我看一下 新姐拍到个 我觉得他们比上次从容了很多 然后整个的表演放松了很多 特别值得鼓励 进步了 今天这个段子特别好 就是完全倒出了女性的压力 我就坐在这儿我就感同身受 因为每次我来录节目要提前两个小时 比余老师和李诞从酒店出发 他们说你出发那么早干嘛 我说调整眉毛化妆 我太懂这个点了 我没拍 不是觉得不好 是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从看了上一期你们参加完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琢磨你们两个人这种形式 包括今天我还是没有太琢磨透 但是我想出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分的语言 好像还不是太到位 不是说这一句话最可乐的那几个字 让他说就好 或者是前面的铺垫我说就好 不能简单的这么分 我觉得还得要再更深的研究 不是现在这么分法 不代表不好 我只是提个小建议 将来咱们可以共同的探讨一下 好吗 谢谢 哇 看一喊我们的脱口秀演员就不够社会 这些演员 余老师要跟你探讨 当场就跪下拜师了 对不对 站得奔直 要跟我探讨 好探吧 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脱口秀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一个人说也一样 就是 反正就是形式比较新 很多朋友看 乍一看比较难接受吧 然后包袱又比较密 但我还是很喜欢的 好 谢谢颜颜颜 我觉得还挺好 没有 我没有觉得我没有抢笑声就 可能抢了一次 特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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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一句老师说的 反正脱口秀演员都很喜欢他们 可能就是 就是你看这些人平时就是 普通的脱口秀 像就是彭博啊斯文 这种段子听太多了 所以他们在那个残酷开放卖投票 每次演乐的得分都非常高 我觉得就是那天咱们聊天说的那个 就是这行人听的这些作品听的特别多 然后突然出来一种特别新颖的东西 他给你这个各方面的视觉感官上啊 听觉感官上一个一个新的点 这种刺激咱们是特别需要的 嗯 所以感觉特别好 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脱口秀 就看中文的脱口秀啊 看英文的看得多 第一次看 你确定这不是相声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 如果说相声的感觉也挺好的 但是于老师刚刚也说特别对 就是节奏的把握 对 太没有气口了 嗯 但是是个很好的相声的这个 好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炎一炎月的得票情况 比上次好很多 进步了 有两个人胜死一个人的炎一炎月 大家好 我们是炎炎月 上一季我们登场以后发现 好多观众分不清我们 所以这一季我们的目标是 让大家分清我们 现在分清了吗 杨凤雄 十分一二多五号 去年上完节目 我们有好几个月 都没有再去演出了 因为我们去年是倒是第一 他被脱口秀伤到 说实话 他们的舞台经验太差 但是他们也是很有天赋的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方态 这季希望自己表演上更好一点 而且这一季 没有上一季那么紧张了 我们觉得今年 改变机会最大的是我们 因为我们去年是倒是第一 我们今天只要成为 倒是第二季 对 那我们有请下面两个人 胜死一个人的炎一炎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可能都看了上一集图有秀大会啊 我们上了那个节目 虽然上了节目 但我们不是那种上了节目以后 就一个劲地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们只看自己的片段 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打开了弹幕 想看一看网友对我们的表演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都有什么客观的暂时 然后就看到 大部分的弹幕 都指出了一个问题 左边的那个 脸更大 我就很烦这种弹幕 看个脱口秀 弹幕全在刷 脸更大 还越发越多 越发越多 把我小巧的脸都挡住了 当然 挡不住他的 当然也有弹幕不这么说 他们非常有礼貌 说话一点都不阴阳怪气 他们说 两个都挺好的呀 但为什么左边的这个 站得离尽头更近呢 我觉得吧 你看脱口秀你就看呗 你管人脸大不大 又不影响你看脱口秀 除非真的大到影响你看脱口秀 看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想 这哪里是双胞胎呀 这一个比一个大呀 这是套娃吧 所以做完节目 有段时间我就很怀疑自己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去瘦脸 这样跟他更像一点 所以他就不吃外卖了 他开始自己在家里做沙拉吃 结果我们吃沙拉 吃了整整三个月 发现吃沙拉对脸变小真的有用 我的脸缩小了 我的脸也缩小了 那开始减肥以后呢 我就发现 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但是成分越来越少了 买杯酸奶不是无糖的 就是低脂的 上次我看到一块代餐饼干 上面直接写着 无糖无盐无油 无脂肪无碳水无能量 我当时就打给了宇航局 说我找着了反物质 老龙肯定很喜欢他们 我们还关注了一些时尚公众号 自从关注了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毛病 越来越多了 比如现在夏天到了 我只要随便打开一个 就会看到上面再说 大家都开始脱毛了 你不脱吗 人家的小腿都光溜溜的啦 只有你还留着胡子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荐各种美容衣 什么微电流美容衣 激光脱毛衣 乱七八糟一大堆 那这种东西我们都是一看就知道 怎么可能有用嘛 我买来试试 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对着镜子 先垫自己半个小时 再烧自己半个小时 为了美一点都不觉得疼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哦 原来电的是她呀 那这种文章看多了 你就会觉得好像女孩子身上有毛 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尤其是夜毛 好像男生只要看一眼 就会头晕恶心想吐 夜毛要是这么能让人难受的话 女孩干嘛不用她来防身呢 平时要走夜路就提前假好 碰到了坏人 坏人说 你不怕我吗 我说 你不怕尴尬吗 你不怕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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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搞 我们俩现在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 其实我们俩经常会吵架 每次他来说我的问题 我就转移话题 说他的问题 我说今天你怎么又没刷碗呢 我说那你昨天还没刷鞋呢 那我还没说你乱放牙刷呢 我找不着你啊刷怎么刷鞋呢 不过现在我们吵架吵多了以后 我们俩都成熟多了 现在我们要是再吵起来 我就会说 等等我们先不要吵 我们先冷静下来 我说那你先从桌子上下来 那麻烦你先把桌子放下来 有一次我气得不行 我去把我妈找来 我说 妈我不要跟她这个人注意气了 她这个人太倔了 我妈她不会当面说谁 她会把她拉到一边 然后悄悄地说 哎呀你不要跟她计较嘛 演乐这个人是有点缺 我说妈我是演乐 哎呀我说那个意思嘛 你就让着点妹妹嘛 妈我是妹妹 你们俩不在一起 我看不出谁脸大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好 特别好 嗯 非常好为什么只有我们排了这 对 我怕她 口是心非 我觉得她就是故意的 她当然是故意的 我觉得她的标准一直是统一的 就是节目怎么好看怎么来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已经比去年好很多了 但还能更好 我觉得她们期待还挺高的 我怕她们骄傲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老师还来之前就跟我说了 特别喜欢 是是是 看了去年的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 呃不管你多优秀 但是你要没有她这样的生活背景 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很神奇的地方 对 难得有这么一对姐妹 有这么诡异的人生经历 然后长得也挺好 竟然愿意做脱口秀 哈哈哈 谢谢老师 我觉得非常可贵 对 还巧就巧在一个 还确实比跟一个脸大 哈哈哈哈 余琪姐拍的拍得很早哈 对 我很喜欢她 她们俩特别的就是 让人觉得很舒服 然后做到其实每个人都很有风格 每个人又就是感觉是一样的 就感觉是不同的 就就很好 谢老师 真的吗 那你闭上眼你们俩转一车 我们看看你能分出有什么不同 我真是不相信 这就特别明显的 真的吗 大和小的问题 哈哈哈哈 这么明显吗 好多好吗 哈哈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我们可以靠美容仪 哈哈 没拍灯呢 主要想考验脱口秀演员的人性 啊 这么可爱的两个女孩子 我看看到底是谁 是不是 要站起来挑战啊 因为只有感染灯 我们将开启抢麦 环节 10秒 倒计时开始 因为单个的应该不太愿意选我们 你就一直等到最后 不太划算 你们快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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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要不要把麦拿走 站起来的这个好像也是一堆组合 我们有二卦 你知道吗 我的名 哈哈哈哈 哦 哦 好的 我们有请五豪王德发 哎呦大家好我是五豪 这里是汪德发 我们是无法幽默 我的朋友对他们应该还是熟悉的 两个人剩死一个人 然后我们欢迎 严姨演乐 有请严姨演乐 选择要表演的主题 当时一看到我们结婚嘛 这个主题 我觉得太适合我们俩了 我觉得真的很像夫妻 嗯 二十五年了 对 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弹钢琴就是这样的 曲子单调乏味 但你有双胞胎的话 四手连弹就不单调乏味了 对 我比较喜欢BB 然后她就是 我就不想理她 然后我们就称之为冷战 我们吵架的过程就是很容易 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 我们就像两只鸡一样 就是一个催着另一个 我特别羡慕他俩 就是两个人在上面能打个配合 我觉得太好了 碰到了坏人 坏人说 你不怕我吗 我说 你不怕尴尬吗 快了去年了 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难得有这么一对姐妹 有这么诡异的人生经历 然后长得也挺好 竟然愿意做出口秀 言一演员一演员进步非常大 今年他们经过在大量的线下练习之后 他们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表演者了 ileri 我觉得都能给我一些眼前忆亮的感 Tre 所以这一场我还是非常期待他的 黑马这班的一个表现吧 颜月 你不要演杂了 不要演杂了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感觉杨丽颖穿上这个婚姻 也看不出来 我们最近做节目的 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李旦在群里 问大家段子写得怎么样了 我们都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怕李旦发现 我们还在这个公司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婚姻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 其实很像婚姻 第一 我们欣赏彼此的长相 第二 第二 我们孝敬彼此的父母 第三 我们之间只有亲情 没有爱情 我妈最近还开始 跟我们俩催婚了 我们就特别烦她 因为她一催就停不下来 听她催婚就特别耽误时间 听她催婚的感觉 就像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腹泻 就是我以为她终于要结束了 我一站起来 她又来了 我妈最近还会给我们两个 介绍相亲 有一次她联系了 她的一个朋友 给我们俩介绍了 她朋友的一个儿子 我们现在就怕 她到处去问别人 张家 你们单位 有没有人品好的 工作稳定的 相貌端正的男 双胞胎啊 我们身边就总有些人 特别烦人 自己结婚了 就开始催别人结婚 搞得我觉得婚姻 这个组织特别神秘 你进去了 就得发展下线 我觉得你不要总想着 把婚姻安利给别人 你的婚姻好 不代表我的婚姻就会好嘛 你那是想找优越感 那根本就不是想分享 你要是真心想分享 就应该让大家都 加入你的婚姻 而且他们催婚用的那些理由 真的太损人了 什么岁数到了 差不多得了 再不嫁你就嫁不出去了 怎么能用这种鬼理由 去说服别人呢 这种鬼理由 不应该留着说服自己嘛 而且你很难想象 一段美好的婚姻 会开始于这样的理由 你们想象一下 要是威廉王子 跟凯特求婚的时候 凯特他妈从马车后座上 冒出来跟凯特说 你都三十了 差不多得了 就这个 好吧 但是我妈还会跟我们说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是为了两个家庭的幸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妈一定要决定 我嫁的是谁 这样即使我离婚了 至少我妈幸福过 我觉得我妈 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她看的那些剧里 一段美好的婚姻 只需要一个人的坚持 不管老公变成什么样 好女人都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不顾家的人 她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不爱她的人 她还要一个人扛下去 就算她老公变成一袋土豆 她都要一个人把她扛下去 对她们来说 婚姻就是给老公多做一碗饭的事情 饭放凉了就再做一碗 再放凉了就再做一碗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在祭奠她老公呢 搞得好像一个女人 她只要没有爱情 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人之间连友谊都没有了 连闺蜜这个词都有贬义 比如我们跟杨丽玩得挺好的 如果我说杨丽是我哥们 你就感觉我们关系很好 但如果我说杨丽呀 是我闺蜜 你就会 要爆料了吗 是Rock吗 在这儿埋着 这个圈都没办法 这没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在电视电影里 都看不到真正的女性友谊 但是能看到特别阳光的男性友谊 你们想想那些海报 如果是一群男生朋友在海报上 他们一定特别开心 比如中国合伙人 但如果是一群女生朋友在海报上 他们就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 小时代 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们能想到的唯一一对不勾心斗角 不互相伤害 又不抢男人的双人大女主 就只有闪铃 我真的移不了 严严那个表情好吓人 这也到了 观众看 这没势了 这个福道 这个观众接到了 但如果闪铃是一对男双胞胎来演 他们俩就会这样 然后我妈看到一对男双胞胎 就会说 要不要相亲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人员院院 也请喜欢他们的朋友 为他们投票 通道关闭 请锁票 演到最后笑场了 还挺不好演的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乘风破浪 是真实的吗 真实什么 就是来 咱们把那个动作重复一下给他 就是会这样吗 我们现场不会这样 我只看得到 我只看得到现场的部分 就是背地里的 我看不到 我只说 背地的部分都是我们的事 对 是天真老师那边的事 对 我们在现场不会 我唯一的次 确实有那个扯头花 是因为那次 我的化妆师给我 扎了一个那个紫色的头花 然后呢 那个头花 我们那个组里面 我觉得一直都是无心的专属 你知道吗 他就特别喜欢扎那头花 然后我就把它扯下来 我说这个我不能拿 这个我不能带 这是无心的专属 这就是唯一的一次 是自己扯的 对 自己扯的 怎么可能去扯别人的 这行为太 太想看了 那我这么问 这么问 就是当然不能啊 但想不想呢 不想 真不想 真不想 对 就纯纯的友谊啊 那倒也不见 都是纯纯的友谊 但是我觉得 那就是 我觉得女性之间 还是有友谊在的 有大家互相的帮助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当然 对 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双包胎奖脱口秀 有什么优势 我今天终于是明白了 她们可以形体配合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 就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就是两个人讲 比一个人讲的 好处在哪 我今天终于是看见了 所以我就拍灯了 还不错 他们也是开发了很久 尤其是那个闪银的点 其实他们试验了很多次 有时候真的会把观众吓到 罗老师好像是最后 最后时刻拍的 对 但我是因为期待比较高 我觉得可能后边 还有一个比高潮 更高的高潮 所以我犹豫来着 但眼看要结束了 我就慌慌张张拍了 是是是 还有就以前 她们的表演有点拘谨 脚本明显好过表演 但今天可能是加了 形体方面的新料 所以明显感觉 表演大幅度上升了 有个进步 她们刚刚说的那个 那个问题 也确实有这种偏见 有种 我觉得大家 如果能看完 她们这个表演 少一丢丢偏见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 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发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 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 再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 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 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 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 像御环石啊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 好像女生现在 特别容易有这种 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他 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 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 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 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 就特别勒 但至少 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 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 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 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 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 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 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 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 穿不进去 二姐穿 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 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她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榨彩 另外一条是 创造营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系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是不是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轻轻的 完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认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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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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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个形象就得得展望呢就反差大嘛秀秀气气的讲这种这种玩意儿我们现在临时两个人上级来的鸣嘛哈哈哈 咱打一起吧 咱们一起晋级一拜 这多好啊 对 喜欢演艺演绎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们投票 3 2 1 请投票 穿猫胎直接这么说的 我怎么算是 头一回见 然后国外那种 出口秀 有俩女孩一块弹琴 唱歌的那种我见过 但是我今天稍微有一丝失望 他们中间没有顿点的 突然间来个神经病的地方 对对 然后就能破一下 那样会让我觉得 我的嗓子 怎么还是这样 然后那个 他们上一期有 是吧 上一期有 这是没来得及 对今天有点就是 过于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缺那个 对让我觉得 然后就特别好玩这种 我就是盼着那一点 然后但是没有出现 这是唯一的缺陷 但是两个人说话 你一句我一句的 我让我觉得 女孩有事还是一个人好 要不太吵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特别可爱 开心 他们刚刚说那个沙拉的事 张梦老师是真的吗 是 就是那个一开始 因为我们是刚一开始 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 沙沙子她就是 我们有一次聚会 就拿了一秤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惊讶了 但是等到后面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练舞练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 不用减肥了 其实我们都瘦了 我觉得今天他们讨论 这个话题特别靠谱 对 干嘛飞着女孩都要瘦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的 最喜欢这样蓬松的少女 然后 对 特别好 不是 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那个 自己脸稍微大一点点 那是姐姐是吗 妹妹 她叫袁玥 她叫袁玥 哦 这样 玥就是因为 其实你不是脸蛋 是因为可能就更白一些 就跟我一样 就一白就显得面积大 你知道吧 就今年听到最温暖的话 不是 这哪温暖 张梦老师的脸和颜月的脸 差一句还是很不一样 我来温暖一下你吧 我觉得那个 你们这个段子啊 就是承认这个价值观 我非常喜欢 是的 我觉得女孩不要被标准化低 这个上就没有什么标准化的好 美跟臭 对 就你自己喜欢自己就可以了 对 就你不用他们喜欢你 他们谁呀 对吧 但我觉得你俩就是 还是比较瘦 就你们再胖个20斤 讲一个段子的 我觉得可能效果不错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孩 都有自己的被闪亮的地方 可以和让自己觉得 自己开心的方式 就这女的瘦这事 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就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 跟设计女装的那帮男的 就不喜欢女的 你明白吗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我跟你说 最开始说 那帮人说你们要瘦才好看 说这话那男的 他就不太喜欢女的 旁边喜欢女的那男的 那男的肯定说 你是老板你说就算 因为男孩没有说 一定要瘦才叫最好看 就被 我觉得女孩子呢 不要老想着减肥 那可不玩 是不是 这光减肥就不健康 光吃沙拉怎么能行呢 太对了 喝一点蓝盒 黏羊奶 健康 不长胖 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您猜怎么着 就是管用 就是管用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今天这个话题说的也是已经很到位了 特别靠谱 好两位稍事休息 来来来 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 就自己一直想表达 因为确实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新生 对能感受现场的女孩子对于这个主题 非常有认同啊 我能看到一个观众 她就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颜严严严严严比去年成熟了一些 不像原来那样就真的是必须得一板一眼 不能有一个错节 就他们现在台上会放松自然一点 我们俩应该能直接进 我们应该可以直接进 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呢是跨界选手 天赋异禀 根本不是说脱口秀的 但是给很多脱口秀演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大家好 我是颜严 我是颜严 这一季就是一开始很紧张 后来就非常意外地走到了很后面 然后也觉得自己在慢慢适应这个舞台 颜严严严之前他们说的一些方式 没有办法让那么多的观众 能够跟他们达到同一个频率 但这一季他们就是做到了 能用一种我也想说 你也想听的方式 跟观众达成某种契合 是因为今年我们有找到一点突破 然后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特色 所以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他俩的文本和表演都有进步 其实最有进步的不是文本也不是表演 最有进步的是这两个孩子舞台上的能量 这一季开始前我是死活都想不到 我能进半决赛 我觉得能顶多上两期就不错了 完成KPI然后就回家躺着就好了 但是现在就感觉被逼到这个份上 也只能尽自己全力 只能好好演自己的 不要想太多 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活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机会说一句完整的话 我们从来都没有独立过 我比他早出生五分钟 我活了25年 我的人生安静过五分钟 我一分钟都没安静过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一起 他连上厕所都要跟我一起去 他这辈子离我最远的一次 是有一次他去帮我拿纸 所以我们就很想成为一个独立女性 体会一下独立的感觉 尤其是经济独立 因为他天天花我的钱 我也不是想花他的钱 只是我能随时面容解锁他的支付软件 只要他解锁的时候 脸离得远一点 我们现在离三十岁也不远了 三十岁确实是很重要的年纪 女人一过三十 就不知道是该做自己 还是做医美 一打开电视 每个四十多岁的姐姐 都有一张二十多岁的脸 还跟大家说 不要怕衰老 要笑对衰老 打了针还笑得出来吗 你笑得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姐姐们其实还是怕老的 但如果尘封破浪的姐姐 真的变成一档不怕老的节目 一群姐姐在台上 不洗脸 不化妆 瘫在沙发上 互相吹捧 你不洗脸的样子 太洒了 你的啤酒肚A爆了 这哪是尘封破浪的姐姐 这不是那档 做家务的男人吗 最近有一部 讲独立女性的剧 叫三十而已 我看了这部剧 一共看了三十分钟 只看了那个打耳光的动吐 我就很奇怪 一个现代独立女性剧 还在写打小三 上来就打 上来就打 就不怕老公找个强壮的吗 反正只要一老一小 两个女人同时出现在电视上 一个就得打另一个 原配打小三 娘娘打妃子 婆婆打儿媳 一个年长的女性 就可以随便打一个年轻女性的吗 不会有后果的吗 不会的话 这种剧真的别再拍独立女性打小三了 搞得好像独立女性手劲越大越独立 以后两个独立女性见面都得先过招 你好你好 你打过几个 我打过十个 你打过几个 假发套我都好过三十个 好厉害 三十而已嘛 而且这种剧就会让你觉得 能把恋爱谈好的都不会是独立女性 都是绿茶 独立女性就不配谈恋爱了吗 就不配炒CP了吗 就不配提Rock和建国了吗 好像一个女孩子想谈恋爱 她就得去学绿茶 想独立就得学独立女性 如果她又想独立又想谈恋爱 她就得精神分裂 分裂出一个绿茶人格和一个独立人格 面对男朋友 哎呀 我要吃你的冰淇淋 但我只是自己买的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因为我挣得比你多 对不起 我有精神分裂 我没有 我哭了 我装的 谢谢大家 谢谢阎阎阎阎 通道关闭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有点紧张是吧 好神奇 你们俩写稿是一人写半句吗 就是互相猜 我先写个上链 你来接下链 是怎么写的 我们是分开写的 然后会互相改 对 互相讨论 然后互相否定 他们跟写歌是一样的 后边因为他们要大合唱 俩得分词 写完之后还得两个人 就是最终谁说哪句 就是那个节奏 还要排练 对 对 对 不能像写琴似的 上来就啊开始了 对 对 而他们这个节奏 还弄得特别紧 一上来的时候 那个特靠谱 碰一条我就拍了 那特别好笑 对 对 一上来 那个开场包护炸了 好玩 后边最终结尾也特别好 前后都特别棒 对 你是知道的 就是前面观众也知道 就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 是的 对 然后本质也是 他们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有独特的生活经历 是别人没法想象的 那种创作 所以这点一直都保持下来了 非常好 这个本质本身 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我觉得可能排练的时间 不够还是怎样 对 那我再好奇问一下 这个也是为了 大家的金融安全 真的可以解锁 互相的支付软件 有一次成功了 对 我们真的成功过一次 但后来好像他们改了 然后就因为我们 对 我是觉得刚开始的话 你们说你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其实包括刚刚有选手讲过 他们很羡慕你们随时都可以在一起 可以互相分担压力 其实这种东西是很遭人嫉妒的 哎呦 就是在感觉有点 我就觉得 哎呀哎呀 都是自己一个人工作室 所以您是真正的独立女性 对啊 什么活都是自己一个人干 然后 我喜欢挑战自己啊 你觉得这蛮好玩的 累吗 不会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过这个瘾呢 啊 其实前面你们那个解锁 那个支付软件是我本来想拍的 后来我说再等等 但后面就感觉没有前面那个劲了 嗯 然后就是关于独立女性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等于是又要演 又要评 又还要模仿 我觉得这个任务好像有点大 所以就显得有点手忙脚乱的 是 就是他们两个有点分得太平均了 其实他们完全是可以有一个突出表情 一个突出台词 他们可以用这样的组合形式 因为他们现在的话 就两个人太像了 没有一个主次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他们俩可以调试一下 把这种特点突出出来会更好的 那演艺演乐表演结束之后 又有一个晋级名额了 我们还是照惯例 先来看一下 目前 还在没有晋级的这些朋友 得票最高的票数是多少 也很高 一般51也很高 这回就有点悬念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三位晋级的演员是谁 盲和雪晴晋级以后 我们就觉得第三个晋级的 应该会是杨丽 因为今天他气场非常稳 然后段子也很好 我觉得我的现场效果 就也还行 就是虽然不是下两分那么好 但是可能下一个就是我 那么恭喜杨丽进入晋级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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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期末 时间 时间 之后 时间 起 archae